这么一小段 对你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吗 搞得跟多难似的 你不知道对方提了什么样的要求啊 这不是口波 这是灌口啊 还是最快速度的灌口 唉 赶紧把造型做完 我还可以练几分钟 你老板一下子被套进去九百万 你在那笑个头啊笑 丁总 您可不是最大的冤种 最大的冤种是陈国富 你说我是大冤种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陈国富才是最大的冤种 他 他年里年外 靠人参含片可赚了不少啊 少说也有几百万 可不够上一次当的啊 哦 说来听听 十一台要播个节目 陈国富一下子拿出来两千万的冠名费 给他的人参含片做广告啊 什么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怎么又让他来京都做广告了 丁总息怒啊 听我说完 说 陈国富冠名的是十一台 十一台哪里出过什么好节目啊 而且他冠名的还是一部纪录片 什么 两千万就冠名了一个纪录片 这不是纯纯的大冤种吗 还有一个广告商拿了五百万 您猜是谁 谁啊 霍明达 怪不得呢 怎么都没法通过霍明达整成国富 原来是同流合污了啊 两个傻子啊 花那么多钱去打广告 没有那路子 还想闯那片天 傻眼了吧 这纪录片不会是很长的吧 一播播一年那种 还是进口的 就八集 还一年呢 一周播一次的话 两个月都播完了 也不是进口的 就是一个新手拍的 而且还是晚上十点播 垃圾时间的垃圾节目啊 最好笑的是 还有两个广告 一个是天香楼的 一个是楼外楼的 分别是六万六一个广告费 两千万 五百万 人家六万六就解决了 陈国富啊 陈国富 我以为你过完年多少 长点脑子了 没想到啊 越活越回去了 跟我斗的时候 是不是脑细胞都死完了 顶皇海乐了半天 想她的金丝楠木 不过就被套了九百万 一转手一卖 钱就又回来了 陈国富这是纯纯的大圆种 当大家都不看好 十一台纪录片时 却没想到舌尖上的 华夏一播出 直接破了播放纪录 赵舒美成为了 电视台的红人 而四七寒片和十虎之 成了炙手可热的爆片 天香楼和楼中楼 也成了大家想要打卡的地方 这回广告商们 挤破脑袋都想投广告了 这是我从业以来 拍的最好的片子 我对得起我的职业了 我们没有白辛苦 这个纪录片不拿奖 我就不姓张 舒美呀 想想办法 把小九这个人 弄到京都城来 敬我们十一频道 啊 台长 这可有难度啊 他那边又有事业 又有家庭的 挂个闲职 就是个名头 等他有好的点子的时候 就可以给我们频道了 这是市媒传开 都只当是你一个人筹划的 等传开了 这人不得大家抢个药 台长说的也是 等我找时间问问他 苏 苏总 不得了了 我们账面上莫名其妙 转来一大笔款 嗯 这是天上掉馅饼了吗 哈哈 多少钱 七 七百六十万 哦 那没事 那是我挣的提成 啥 什么提成 我拉了两个广告给赵姐 他们抬给我算的提成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到账了 这么看来 我买别墅的钱有了 这 这是什么商业器材啊 种地种出了一家 农业合作公司 开餐厅 开到了西湖边上 还收编了楼中楼 投资节目吧 怒赚七百六十万 还给自己的天香楼 打了广告 这些合同我都签完了 你再确认一下 我要去看看人参基地 和灵芝基地 辛苦你了 好的 苏总 苏总 哎呦喂 我总算是有时间 给你去个电话了 怎么了赵姐 我们舌尖上的华夏第一集 不是收视率 直接突破记录了吗 现在广告商都上门了 光今天早上就十几家 想起以前 求他们广告商 来打广告的日子 现在真的太惬意了 是啊 只要我们节目好 不从没有广告商 来打广告 那赵姐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直接说 我们节目广告这块 是苏总负责的 你们要打广告 就要联系苏总 赵姐不谈几个吗 不谈 我说到做到 别人不知道 节目怎么走到今天 我还不知道吗 节目商业广告 这事就是你负责 是你应得的 行 那就让张胡 把广告商都登记一下 想要投的广告费 联系方式也都登记下来 用电子邮件发给我 行 没问题 宋总 你怎么这么焦急啊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小崔啊 你就是卖房子好 航程关系这块你设计少 怕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我再拖拖人问问 要说航程的关系 没有人比楚老板更文青吧 哎呦 怎么把这人给忘了 宋平马上拿出手机 找到楚彻的联系方式 打了过去 崔思尼得意养养 只要让老板多关注到他 他离到总部上班的日子 也就不远了 总台是认识几个人 但不敢打包票 一定可以问到联系方式 也是凑凑运气 航程人谁不知道 楚老板神通广大呢 要是你楚老板也问不到了 我也就断了 去舌尖做广告的念头了 哈哈 宋总说话真是艺术啊 很杀我了 行 等我打听好消息 再给宋总回电话 龙井虾仁今天备货足吗 备的比平时多 昨晚一下子就多了好多人说 要吃龙井虾仁 都说是看了电视过来的 好 只是 这茶叶 今天真有人来买吗 有 这回我们卖回原来的是长价 一百二一斤 啊 折价卖的时候都没人买 一百二一斤 能有人买吗 是这里卖做龙井虾仁的茶叶吗 老板是这里 一百二一斤 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太好了 来十斤 我说怎么不卖龙井虾仁了 合着是等节目一播出 好卖个高价啊 现在大家都涨价了 可是游客还是抢着要吃 这节目播的好啊 你们涨了多少钱 涨了五块钱 把茶叶材料费都涨出来了 是说啊 都是天香楼带的好 他们吃肉 我们也能将就喝点汤 你们卖茶叶的也跟着沾光 买茶叶的人越来越多 一个小时过去 仓库的茶叶就卖出了三分之一 真卖出去了 小九你神了 那井就是我们店里去的 我想要拿到菜活 不就推拿到菜吗 苏总 哎呀 你这么大的动作 怎么不告诉兄弟我一声 楚老板怎么连我这里的仓库也找得到 什么事 能瞒得过我啊 这倒是实话 楚老板可是航程的百事通 什么也瞒不过楚老板去 苏总啊 你又做上茶生意了 小打小闹 就是卖点菜的佐料 就这里 少说有好几顿茶叶 这都算小打小闹 妈呀 我可真是又开了眼界了 真是卖的佐料 别看囤的多 卖的少 苏月和学着小九 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不能啥实话都往外说 做生意的要是动不动 就说自己赚得多 对方听了能舒服吗 苏总 你什么时候在总台都有职位了 嗨 这不是原来的赵福局台爱吗 让我去帮帮忙 我这才有了机会 不然救我 她是总台的大门 往哪边开都不知道吧 我信你个鬼 人家赵淑美都到了京都城了 还爱谁不好 千里迢迢把机会给到你 至于里头 到底是什么情况 恐怕还得再多去问问 苏总可真是干一行火一行啊 这不 你一干上广告商业洽谈的活 就有人来让我问问 看能不能想想折 往里再塞一个广告名额 航城这边消息都这么灵通吗 谁呀 翠品房地产的老板送品 翠品房地产 航城房源那边学思小学的别墅 也是送品的吧 哈哈 广告的地方 就是隔壁的一条美食街 想着舌尖就是介绍各地美食的 可以顺便给几个镜头 给美食街 带带人气 反正宋老板说了 广告费不是问题 广告费确实目前不能算是个问题 那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已经没有广告位了 宋老板来晚了 啊 没有广告位了 那苏总 广告位这个东西 挤一挤 总是有的 现在谈了几个广告了 33个 33个 这得多少广告费啊 不是 这广告得播到什么时候去啊 一分钟的广告吧 原来的广告不变 这些都是口播广告 一分钟之内 把33个广告口播一遍 问题不大 苏总 你有时间我们聚聚啊 我想向你多讨教讨教 怎么这么会赚钱呢